说起白露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她也是当下娱乐圈中 热度非常高的一位女星 拥有着很高的人气 和无数的粉丝 也是众多宅男心目中的女神 白露近两年 才算是真正活起来 虽然她的出道时间不长 却凭借精湛的演技 与不俗的外貌 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 看到白露如今的事业发展 资源简直是好到起飞 新剧一步接着一步 出道以来 已经出演过不少优秀的古装剧 现代剧等 在她的每一部影视作品 都会给大家带来许多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那部与徐凯合作出演 招摇 终饰演霸道女魔投入招摇 这部剧让她彻底走进人们的视线中 后又与人家伦合作的 周生如故 更是收获了一众好评 水龙头式的哭泣 感染了不少屏幕前的观众 同时 白露简单朴实 不矫情不做作的风格 也赢得了众多网民的喜爱 到目前为止 白露没有任何八卦 作为于政旗下艺人 白露算是一姐了 与现在的欢愉 一个徐凯 倒是两个实力派 也担得起一哥一姐了 但其实 白露并非科班出身的演员 不仅如此 她在进入演艺圈之前的职业 也让人意想不到 她之前是著名的网红 原名叫白孟岩 因为 她从小一直追逐寒流 并一直以练习生 和让偶像出道为目标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的母亲还陪同白露 到上海参加了国外SM公司的海外实习生选秀 当她以为可以远赴韩国成功出道时 不幸的是 她在面试的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 然而 白孟岩并没有放弃她的表演梦想 凭借良好的外表和身体条件 成为了一名模特 后来白露和猫的树工作室合作 完成了很多短视频的拍摄 白露的颜值高 加上可塑性强 角色百变 在网络上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在猫的树工作室和于正谈合作时 向于正推荐了白露 于正在看到白露的那一刻 就决定要将她迁入旗下 把她捧成当红演员 就这样 白露顺利签约于正旗下 参加综艺中的白露 真实不做作 更是凭借她魔性的笑声出圈 让很多人认识喜爱她 其实白孟岩是一个非常喜欢小孩子的 之前在采访中 Angela Baby在读自己的微信 突然间看到白露向自己炫耀 我亲了你儿子 杨颖一边笑一边说道 小海绵妈妈不在 自己保护好自己 简直太逗了 但是还有许多网友不知道 除了这些 白露唱跳方面也很厉害 白露参加节目时 一段唱跳表演 真的是惊艳到了很多人 辣妹风的造型又酷又火辣 真的是让人挪不开眼 看到白露的女团风造型之周 很多网友都表示 建议白孟岩女团出道 这种风格真的太好看了 如今白露要做的 就是演好每一个角色 过好每一天 努力不让粉丝失望 不给粉丝丢脸 她要做的 就是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这样才不负时光 不负自己 最后也希望白孟岩在以后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